Hello 大家好 我这一期剪剪 今天是一个粉色系的少女开箱 就是我准备了停车的 然后也挑了很多东西 非常的期待这次开箱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就开始吧 第一样是这个固体的香水 里面是一个粉色的小兔子 这是一个桃子味的固体香水 打开里面是这样的 比较小 手长这么大吧 这样大概一闻是那股桃子汽水的味道 就是仔细闻的话 是一股水蜜桃软糖的味道 但是它流香时间不是很长 最多也就是三四个小时吧 做完以后也不黏 就是没有什么感觉了 基本上就是冲了这个包装去的 就是很可爱了 然后我们来拆第二个 这个我已经误试了很久了 猫爪杯 我对猫咪的一系列包装 也是没有什么抵抗力 太可爱了 它底下还有一个酒店 我买了这个是三花猫的 还有奶牛猫和橘猫 这个杯子不是很耐高温 就是不能接很热的水 看评论说这个杯子用来喝牛奶的时候最好看 我去试一试 我觉得这个要比之前星巴克很火的那个猫爪杯 有更可爱 还有这款OLED新出的沐浴慕斯 我买了这款是何方樱花味的 这个包装我真的是爱了 就看它平身都是樱花 这个要用钱摇一摇 它挤出来的泡沫会更均匀一些 你们看这个泡泡真的是超级绵密 就是像那个樱花奶盖一样 就是摸着很实在的感觉 我之前没有用过慕斯泡泡 都是用洗泡网 把沐浴露打出泡泡 然后再磨身上 但是那种泡泡就是比较疏松比较轻 不是很实在的感觉 这个就超级方便 它挤出来就很绵密 我把泡泡挤压在一起的时候 会感受到泡泡的回弹力 昨天我刚试完这个摸鱼慕斯洗完澡 就是感觉自己做了一堆日式死吧一样 因为它这个泡泡比较小嘛 又是氨基酸配方的很温和 洗完澡就是比较通透的感觉 但是又没有什么紧绷感 洗完澡出来以后是香香甜甜的 凑近一点 今天也可以闻到一股淡淡的樱花香 就是有一种氧气少女感 推荐给各位姐妹感受一下 这个都被挤烂了 这个包装 这个包装还挺可爱的 它是一个包装袋 我还以为是它自己系上去的呢 我们来看一看我买了些什么 一个草莓夹 这个是从我当时买的毛绒发夹 这个我觉得比较适合冬天 这个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就是我超级超级超级喜欢 这种世代各种小配饰 就是很兴奋 就是拆下一个日杂感的发家 像这个样子 颜色是玫瑰粉 我觉得还挺特别的 质量也不错诶 把它编起来了 让它可以抢在这里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这也是一个看着包装买的 这是一个问纯糕 里面是透明的 就是一个保湿型的糕 和凡士林差不多 就是桃子味的凡士林 摸上去要比凡士林更软一些 味道没有这个好闻 看一下大小 我看上面说可以用来做护手霜 但是它有点太油了 我觉得不适合用来做护手霜 如果你家里面有凡士林的话 就不要买 买了一口 这里面都是小夹子 圆形的还有花形的 颜色是随机发的 可以加在麻尾上 圆形的它没有那个霸 只能把这两边掰开来加 不要买这个圆形的 不是很好操作 买来玩一玩还挺可爱的 这个是我最最最期待的 这个包装真的是爱 先挑一个这个吧 这个我觉得比较适合 清新一点的衣服 比较粉嫩一点的裙子 这一条我觉得比较适合那种小黑裙 或者是小白裙 我觉得它戴在侧面会更好看一些 这一条呢是新型的 这个珍珠爱心就比较可爱 然后它也可以来回动 就是也可以放到边上 然后我们来拆最后一个包裹 这个我也是被包装吸引的 这是一个唇釉 我挑的这个颜色是比较深的 但是它应该比较浅上嘴 它是不是很可爱 然后小小的一个 这个刷头也是比较小 刷头超级软 就上嘴很舒服 适合唇色比较浅的 别看它这个颜色挺深的 但是它上嘴之后就没有那么深了 就还挺滋润的感觉 这是一个腮红棒 长这个样子 然后它也是比较小 然后我买的是一个玫瑰肉沙色 它很好推开 然后也不油 颜色它也不是很深 就比较自然 我现在已经把全部的包裹 基本上都拆完了 然后现在这里是一片浪迹 我要去收拾一下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拜拜 再びитесь ях儿 elp 躺 我们这回ảng stop